假设有一个水平的管子 在管子的左边 横截面积 等于2平方米 我们设它逐渐变细 这样 在管子的这一端 面积2 等于1平方米 在管子的这一端 速度是V1 从管子里面出来的速度是V2 这一点外部施加的压强 实际上是向右的 我们设压强1是 1万帕斯卡 在这一端的压强 压强2 这是管子中的这点的压强 就要等于6000帕斯卡 有了这些信息 我们设管子里有水 我们假设水是层流的 所以管子中没有摩擦力 没有窝流 用这个我想做的是 算出管子中水的流量是多少 每秒钟进入管子 或者从管子中流出的体积是多少 我们知道 两者是相同的数字 因为连续性方程 我们知道流量 用R表示 就是单位时间的流过的体积 就等于流入速度乘以入口面积 入口面积是2 所以这是2V1 这也等于出口面积 乘以流出的速度 所以就是2分之1V2 我们可以重新写一下 V1等于2分之1R V2等于2R 这就告诉了我们 V2的出水的速度更快 这是因为出口的尺寸 我们知道 因为V2是更快的速度 但是我们还知道 因为在这一端的压强 比这一端高得多 所以水向右流 压强差 压强梯度 就是向右的 所以水会从这一端喷出 从这一端进入 我们用伯努力方程来算出 穿过管子的流量是多少 让我们来写下来 P1加上PGH1 加上1分之1 PV1的平方 等于P2加PGH2 加上1分之1 PV2的平方 这个管子是水平的 两端的高度是相等的 所以H1等于H2 这两项是相等的 所以这些可以约掉 可以两边同时减去这个值 就只剩下了P1 P1是多少 P1等于1万帕斯卡 加上1分之1P 乘以V1的平方 V1是多少 就是1分之1R 我们在上面 把这求出来了 V2乘以1分之1R的平方 等于P2 这是6000帕斯卡 加上1分之1P 乘以V2的平方 我们算出了V2是多少 V2等于2R的平方 我们只要做化简 所以我们两边减去6000 就剩下了4000 加PR的平方 除以4 然后还有个2分之1 因此就是PR的平方 除以 这是4 还有个2分之1 因此除以8 就等于2分之1乘以R的平方 乘以4 所以这就是2PR的平方 我们可以方程两边乘以8 来把分母上这个约掉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 32000加上PR的平方 等于16PR的平方 方程两边减去PR的平方 就得到了32000 等于15PR的平方 P是多少 水的密度是多少 水的密度是1000千克 除以米的平方 两边除以15P 就得到R的平方 等于32000 除以15P P等于1000 所以R的平方 等于32000 除以15000 也就是32除以15 R等于根下32除以15 单位是立方米每秒 我算一下 32除以15等于2.1 它的平方根是1.46 所以答案是R等于1.46 立方米每秒 这就是在任意一秒内 进入系统的流量 或者任意一秒流出的流量 我们也可以算出速度 流出系统的速度是多少 2乘以这个是多少 就是2.8米每秒 流入速度是它的一半 所以就是0.8米每秒 但是不管怎样 希望这能给你们实际上 0.7米每秒 对流体一点直观的感受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做的 在下个视频中 我们要学习一些关于热力学的知识 对那就是这样的感受 我们下单的感受 我们下单的感受 这就是像美人 的见额 对那是 然后让我们俩 去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